基隆市议员庄敬盛在市长施政总执询中 执询成绩转运站何时可以完工呢 基隆市长林又昌答复工程的部分 大约今年10月份可以竣工 但是后续还有报宴等相关程序 最重要的是会顾及到工程品质 最近其实已经在收尾了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预计工程的部分应该是10月份可以结束 那不过竣工之后呢 他有许多相关的报宴的一个程序要进行 所以我们预计是要到一到两个月的时候 因为工程这么大 其实在事先都已经有包括消防 还有包括我们都发相关单位 也已经把相关的一个 他使用执照的申请的前置的作业 都有其实也都做了一些规划 所以这部分我们都有在掌握当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这两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碰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大概全国所有的公共工程全部都延宕 那包括缺工缺掉物价上涨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我们这个市政府这边跟厂商 我相信都是尽全力在这个推动 那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 这个重点 就是工程的品质 我们永远都是放在最前面 所以包括像现在 我跟副市长 还有包括这个曾处长 我们是十天 我市长跟副市长亲自到厂去做最后的 相关的工程的一些进度的一个确认 不过庄敬胜议员表示 他每天都去看 其实成绩转运站工程 还有很多的问题 希望可以赶快完工 你可能比较小看的小庄 小庄每天都去看 小庄甚至在旁边的附近的餐饮店 去询问那些工人 你觉得这差不多当时做得好 他们大概 我觉得11月才有办法办理 说他要竣工 我们还要验收 然后同时间我们的里面的内部 现在已经有得标厂商了 包括内部的装潢 全部都还没有开始启动 外部的这些 等一下我们一张图一张图的来看 一张图一张来审视 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然后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还有很多更细部的东西 例如原本的金属铁剑 很多都已经生锈到发炮 到外面 结果我们漆还是涂上去的东西 还是有 我如果要再看更细 我跟讲警察不完 不要再让冬天的时候 让这些民众去淋雨 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身上干干的 不要湿答答的坐在车上去吹冷气 然后到台北去上班 真的很辛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这是工程的品 是工程的品